在黄浦军校一次检阅中 作为学员的韩成烈 一眼就喜欢上陪同蒋介石前来视察的宋美玲 至此这份爱持续了一生一世 并且为一人终身畏惧 猝不及防地拉手 1931年 一个春寒料鞘的日子里 南京黄浦军校本部学员 按照上级命令排好了方队 等待校长来检阅 当蒋介石邪夫人宋美玲出现时 场上一阵沸腾 当检阅到韩成烈时 韩成烈看到美丽大方的宋美玲 觉得心中一股热血直往上涌 竟情不自禁大跨一步上前 在众目睽睽之下 拉住了宋美玲那白皙温软的鲜鲜玉手 猝不及防的宋美玲既休又怒 蒋介石也被赶尴尬 两人草草结束视察 拂袖而去 回府邸后 蒋介石急命侍卫长江涵举来 夫人安好 韩成烈来到宋美玲的豪宅脚位站稳 连忙请安 声音略有些发颤 宋美玲秀慕怒争 连声质问 你为何羞辱于我 亵渎校长尊严 不忠不义 歹当何罪 韩成烈趴地立正 酣痴地望着他 嘴唇吸动了几下 任之而诚恳地说 夫人太美了 宋美玲闻言恶然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人世间纵有千罪万罪 爱慕是无罪的呀 宋美玲原谅了韩成烈的莽撞 还像姐姐一样与他谈心 当太阳息坠的时候 又亲自下厨 为他做好晚餐 并亲自打电话给 黄埔军校本部长官 责令其不得为难以他 晚餐后 宋美玲还用钢琴 为他演奏一支小夜曲 春天的梦 并赠英产镀金全钢手表一块 李宋他乘着雪服来叫车回向 在检阅场上 韩成烈只是惊献宋美玲的美丽 而那一后 他更是被他的人品 修养所折服了 宋美玲从此总是不遮不掩地帮助的 让他一走出校门 仕途就一路顺风顺水 宋美玲爱无己物 宋美玲果真喜欢上了韩成烈 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宋美玲为何对韩成烈情有独钟呢 这是还得从他的初恋情人刘继文说起 当年 温文尔雅的大才子刘继文 与宋美玲一见钟情 双方爱得如醉如痴 死去活来 谁知 当蒋介石横空出世后 一切全变了 晚年的宋美玲 在与美国时代周刊 著名女记者穷丹妮的一次谈话中 曾不无感慨地说 有人说 我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也是个小女人 宋美玲何出此言 原来 如果针对爱情而言 宋美玲心中的白马王子是英俊而又多愁善感的刘继文 刘继文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 后留学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盖事 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历任陆军军需处处长 国民政府南京特别是市长 1949年赴台湾 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7年4月在美国病逝 无论宋美玲生前还是死后 国内外史家和作家大多不回避宋美玲和刘继文早年的感情经历 尽管由于年深日久 史家的评论与小说家的演绎对其中细节重说不一 然而刘继文是宋美玲的初恋是不争的事实 宋刘二人相识于1914年的一个夏日 刘继文去哈佛大学探访好友宋子文时巧遇宋美玲 刘继文英俊潇洒 兴趣广泛 通晓英语 日语 又爱好音乐 自然而然地成为宋美玲的一中人 两人都爱好摄影 还结伴同友美国 刘继文为宋美玲拍下无数倩影 并配上火热的情诗 两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 1916年 受宋庆龄与孙中山婚事的触动 在哥哥宋子文的支持下 宋美玲与刘继文在美国订了婚 并于1917年回到上海 不过 蒋介石在见到宋美玲后 便对他展开了追求公式 而宋美玲 这个外肉内纲 博学多彩的旷世美女 深谙盛世靠文人治国 乱世平武人安邦的道理 他想 现在天下像开水泼了马蜂窝 正是该蒋介石这类乱世枭雄出人头地的时候 深沉的碍世 他常常思念刘继文 而清醒的理智 又使他决定嫁给蒋介石 在这爱情和痊愈同时诱惑他的时候 宋美玲快刀斩情丝 将绣球抛给了蒋介石 那韩成烈和刘继文又有何关系吗 其实他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物 宋美玲自与蒋介石结婚后 虽恪手负导 但内心却一直惦念着刘继文 而刘继文不敢与宋美玲私下接触 故宋美玲心里一直有个简不断 厉害乱 说不清 道不明的解 韩成烈形体和容貌 都酷似风流涕躺的刘继文 这就难怪宋美玲当年能原谅 韩成烈大不敬的过失 和如今的剑子撕笔爱无极无了 一辈子只爱夫人 抗战刚爆发那年 宋美玲把韩成烈调到了自己的身边 也为她在抵御日军的太行山战役中立了大功 韩的英勇表现除了爱国心外 据说还有一个无法言说的缘由 这就是她错误地爱上了宋美玲 那种日夜营绕着的相思将她折磨得太苦了 倘若老天爷能成全的血洒江场 马格果实与她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解脱 与宋美玲近距离相处 更让韩成烈痛苦万分 那种身在直视和心革天涯的情况 让她的心更加破碎不堪 本来在仕途上可以飞黄腾达的她 最终选择了离开 1947年韩成烈脱下降服 去美国做了一名商人 据美国《和平》杂志介绍 韩成烈在上世纪50年代 就已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 但她一直未婚娶 还多次拒绝至爱亲朋 为其介绍的女友或情人 事实上韩成烈绝不是心如止水 她在1963年中秋节 曾与酒后对有人感叹 如果有幸遇到在仁品 才学修养方面 能望夫人宋美玲相备者 她绝不坐视良机 而宋美玲两次去美国 都专门去看过韩成烈 见她一直单身 家里如此冷清 问她为何不娶妻生子 没想到 韩成烈将自己几十年来 搜集的有关她的 所有图片与资料拿给她看 然后痴痴地望着她 答非所问地转移话题 宋美玲百感交集 骨口婆心地劝她 人生苦短 不要再犯傻了 赶紧成家立业 享受天伦之乐 2005年1月2日 韩成烈在美国病逝 享年97岁 终身未婚的她 曾在生前多次宣称 宋美玲是她的终身偶像 往世人理解她的爱 看来 有时候爱情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得到和占有 一生一世的精神之恋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